今天下午要跟大家分享的車款 是賓士的S212 連我們的通路商對像這樣的車款 其實都沒有很了解 那我大概整理一下好了 這台車其實有分4門的車款 還有5門 那5門的話其實像是 像Skoda 它叫Kombi 那像BMW 它叫Turing 然後像賓士的話它叫S7 那基本上這種先輩的旅行車款 都叫Wagon 那Wagon的話它的代號就是S212 但如果是一般的4門的車款 就是W212 但它的懸吊系統又很複雜了 因為台灣的話 中華賓士它並沒有辦4輪驅動的版本 但是有外匯車款它一樣有4區的版本 那或者是說這台車還有分 是不是氣壓懸吊之類的 但是不論什麼樣的懸吊 2區 4區 4門 5門 或者是 氣壓被氣壓 KT 全部都有 所以如果這台車有相關問題的話 請不用客氣 請告訴我們小編 我們都有辦法整理出給大家一個方向 那這一台車原先 S8 Wagon的車款 後懸吊系統 一律 一律是氣壓式的懸吊系統 這個是後面的氣囊 那它的氣囊懸吊其實有一個功能很不錯 如果它後方的行李空間很大 那我們載重300公斤好了 它的氣囊一樣會下沉 彈簧一樣會下沉 可是它氣囊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厲害的地方是我們載重300公斤之後 它會自動補正車高 它後面屁股的話不會下沉 它會自動補正車高 所以這個是氣囊的優勢 那這個氣囊 它的壽命的話 它氣囊一樣有壽命 壽命的話大概 大概在8到12萬公里左右 就會譬如說漏氣 放了隔夜之後它會比較低 就開始會有損壞的狀況 那在YouTube裡面我們也有幫 S212的車友更換過氣囊 搜尋一下都是可以找到影片 單價的話我有點忘記 一個1萬多塊 但這個零件 現在的話 在大陸也有很多的大陸生產的零件 超便宜 一顆大概幾千塊而已 但品質的話我就沒有換過 不過 我要表達的意思就是 這個維修的系統 日後其實對 對車友來說也很方便 但這台車 S212 W2有一個狀況就是 它的懸吊系統的乘坐的感覺 是比較偏向日系比較舒適的 在改款之後 或者是在W21 這個W21 前一個世代叫W21 下一個世代叫W213 這兩個世代 前面的懸吊系統 其實都是雙A懸吊 那它雙A懸吊的 整體的路感回饋起來 就會比較直接一點點 就比較適合 如果有叫激烈操控的話 它的操控性其實會比較好一點點 但這個W212的世代 它前面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那它的設定 阻尼的設定 又做的比較舒適一些 所以它的整體操控 今天的車主其實也是因為 它的整體操控覺得不是很理想 那氣囊又剛剛好有一點異常 所以它乾脆把一整套都換成 彈簧式的KT的避震器 所以這一台的前面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那車主又撿到了 撿到了就是 撿到了 它這個離載算 因為用的時間比較久 所以離載算也破損了 剛好KT的這一套避震器 是有附離載算的 所以車主這兩個離載算 就不用再多花好幾千塊了 因為賓式的連件 就算有附長的 但還是有 還是不比日系車那麼的平價 這個是後方的避震器 看起來很短 它不是壓縮壞掉了 而不是升不起來 不是 是它Estate S212的版本 它的桶身本來就做得比較短 因為它所擺臂的位置 是比較靠近外側 但四門的不同 四門的避震器它是很長的 那為什麼五門的它需要做得比較短 因為它把它的桶身的長度 做得比較短 然後不會再浪費掉車室裡面的空間 所以當它後先被掀起來之後 它的平整度就會比較寬 那如果這個它的高度 是跟四門的一樣 它伸長在上面的話 它就會有一個避震器的塔頂 它塔頂的話就會浪費掉 車室裡面的一個置物空間 所以五門的它的桶身的話 就做得比較短 但是不是所有的五門車系 不同品牌都是這樣的設計 有的品牌它可能 後面的話 像V50 之前的V50的話 它的上座 就不會因應 千倍車款而做得比較短 那賓士的話 通常都是這樣的設計 但是C系列的話 好像沒有 E系列的話 才是這樣子 所以 也因為這樣子的懸吊系統設計 它所擺臂的位置不一樣 所以它的阻尼 自然會比四門的還要來的硬許多 這個是五門的 Esset的懸吊 它的阻尼的話 還堪用 所以賓士的原廠品質 說真的 以這台車來說 W2 我自己也有很多朋友開這個世代 它的妥善率的話 相當的不錯 然後我們來介紹的是後面好了 來介紹後面 後方的話 已經把氣囊的結構 把它廢除了 改成彈簧式的 那這一台 因為它有屁股 所以它後手的重量 稍微重一點點 後面的彈簧的話 我們改成直捲式的彈簧 這台車如果是四門車款 它其實原廠也是直捲彈簧 那公斤數的話 是改成200長16公斤 200長16公斤 這一個的基座 有的不同廠家的改法 有可能是需要換這個 下支币的 把它改成彈簧式的下支币 但是KT的設計是不用 所以不用再多花萬把塊 把這個支币改成彈簧式的 就我們設計了 上下橡皮跟轉接座 可以直上氣壓式的避震器 不需要再多花其他的費用 那這裡有一個上座後上座 它的統身就做得比較短 如果四門的車款 上座的設計是在比較上方 它整體的長度就長很多 所以四門跟我們不太一樣 那鏡頭可能比較難帶到 有一個地方還蠻特別的 就是KT的設計的完整度 是相當的不錯 在這個上方的橡皮 鏡頭如果能帶就盡量帶 這個橡皮 全部都能夠吻合砍進去的 這裡有一個調整機構 下方也有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雙調整機構 就變成它可以 完全砍入原廠的一個基座裡面 是完整度密合度都相當的不錯 不會任何有搖晃跟硬音的狀況 然後它的統身在這個地方 統身就很短喔 SHET Wagon的才是這樣的設計 好 那這是S2L的後方 後方的話氣囊就整個都廢除了 日後也不需要再 因為八萬十萬公里 就需要換一個氣囊 彈簧的話其實不太會換 統身的話 KT本身就是工廠 如果你開個八萬十萬公里 有肉油或者是阻尼有衰退的話 你回來工廠或者是到我們計較據點 都能夠做維修翻修 好 這是後面 那我們來介紹前面 前方的話 這台車我也忘記有沒有前後配的 來 這個是上方 這個我們有附一個上座 那上座的螺絲 它是賓士專用的螺絲 這個螺絲的話 是沿用原廠的就可以了 在上座的中間 我們這台車 它是不需要沿用原廠上座 它有附一個強化軸層橡皮 那這裡有一顆旋鈕 因為車主有裝拉桿 所以把這個旋鈕蓋住了 從這個地方 就能調整軟硬度 還蠻方便的 那前腳的話 離載算固定點 還有它原廠就沒有 什麼ABS感應線之類的固定架 它是用一個 用一個束緩的固定扣 扣住這些的零件 那這些零件都可以直上 然後這裡有一個離載串固定點 離載串的話 KT有附一個新品 就鎖上KT的離載串就可以了 前方的彈簧 我們會因應 像這一台的話 也有C63 它是6200cc的V8的引擎 它的重量重很多 所以前方的彈簧 就會因為引擎的重量 做不同的配置 像這一台的話 它的引擎重量比較輕 所以我們配置的就8公斤 所以這台車的話 一般來說 有配8公斤 或者是10公斤 這一台我們配 238公斤的規格 還蠻OK的 所以它統身 原來的話 車高 剛剛新品的車高 大概前方大概是3指幅左右 那車主的話 想要比原廠 大概降低1指幅 所以待會的話 也會把它調整到 車主想要的一個高度 那KT的用料 這個每次影片當中 都會跟大家來做介紹 像義大利IP的主尼友 或者是日本NOK的油風 用料的話都相當的不錯 KT的話 在我們北、中、南 都有店家或者是經銷商 有提供實測 給車友們來試乘 那像賓士這台車的話 公司裡面 台中公司裡面 有一台賓士的W213 也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如果試乘之後 有滿意 再來考慮就好了 那如果針對經理 剛剛直播影片介紹 有不了解的地方 都可以再視訊我們的小便 OK 以上是今天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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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